大家好,我是OK仔 講起這個話題,大家就會很驚訝 為什麼會驚訝男士們? 分分鐘激到你,很緊張 不知道大家身邊會否遇過一些公主病的女生? 如果你遇過,你會怎樣對她? 或者覺得公主病的女生應該怎樣處理? 如果有人跟你說,結婚了 我老婆是公主病,而且要移民的話 嘩,晴天逼溺啊 我相信大家一定嘩嘩的聲音 為什麼你還會這樣去移民? 一定很難搞的 在香港也未必搞得到 你還要移民英國 這次有一位公主病的港女移民去英國 更加激到她老公崩潰了 她老公崩潰?這麼嚴重? 我們一起看看老婆 還有另一宗消息 就是一位香港人移民去英國之後 覺得很後悔 更加覺得好像被人勞改那樣 那請大家看看 一會兒是否真的勞改那樣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 更加訂閱我的頻道 按個鈴鐺 一天九條片 每一個小時有新的資訊帶給大家 謝謝大家的支持 一開始說這一宗消息 大家聽到 頭都亮了 公主病也不一定是香港獨有 我自己覺得全球 哪裏地區都有 但是如果用港女去形容 可能有人會覺得 港女的特質是什麼? 香港女孩子不是每個都是這樣的 不要這麼標籤 用一些比較特別的 有要求的女孩子 有人會覺得 她們標籤為港女 其實所謂有公主病 我們都可以想到 一定是叫生慣養 不好的東西就不要 一定要吃好一點 住好一點 穿好一點 這些 有人會覺得 公主病通常有兩個原因 怎樣形成 一是 就家人 學五仔說 生女最重要是貴養 對她好一點 將來 找個好老公 找個有上限的質素 有上限的能力的老公 才可以養得起她 這個對她的將來有一個好處 第二個就是 她身邊的男人眾成 這個也對 一個男人 無論那個是你老爸 也好 那個是你老公 或者你男朋友 也好 也有份養成 這個問題 好 這次結婚了 想著移民 老公搞不定了 要放在網上 去跟大家研究一下 她老婆怎麼做 這件事件是怎樣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在網上有人表示 她說她自己還有差不多 一百個小時 就要移民 因為日前 她工人姐姐已經搬走 家裡沒有工人姐姐 家務 照顧小朋友的總監 就放在她們身上 但是這位網民的老婆 一做家務 就爆粗了 爆粗病人了 嘩 她說就算在其他人面前 在其他小朋友面前 都照顧 只是這件事 我都覺得挺恐怖的 那你們怎樣移民 移民去英國 請終點 有沒有終點 我真的不知道 應該有吧 但是不會很便宜 香港是圍起五千多元一個月 差不多接近二十四小時 on duty 一個星期一 一日休息 逢紅休 沒有了 其餘的一定是做到足 香港人對那些工人姐姐 難聽這些說 有時候是洗人不洗本的 真的洗人不洗本 那你現在自己要做 我覺得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如果大家本身在香港那種生活 是有人服侍你們 突然之間你跳了去另一個位置 另一個國家 甚至乎另一個地區也好 沒有了工人幫你 要自己落手落腳安排 這個問題會很大 為什麼 大家想一下 平時一個喜歡點慣人的人 幫我拿水來 瑪莉亞 可能工人姐姐叫瑪莉亞 瑪莉亞 沒有衝啊 下街買 明天阿B要上學 幾點要有課外活動 你快點幫我安排 可能說了一大堆東西 自己交代了下去 輕輕一點 叫做射了個波 有人就說 有出糧給他 是的 所以我就想 你原先是把那些責任 是by pass 這樣供應給人 現在自己做 麻煩了 我們看看現在的網民 她大嫂自己的老婆 四大事職 我猜 原來這一單不是她的一大事職 還有的 我覺得只有一單 她也很糟糕了 你做家務都已經爆粗 有路鬧 小孩子面前都學了 其他朋友在面前都會罵 她老公很可憐 做女人 男人的角度去看 你在家裡兩個人 說你發脾氣好 罵好 沒問題 出到街 或者有朋友在 怎麼都給薄面 你不是說 有小三 不是偷吃那些東西 正常的情況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看看第一大是什麼事 她說她老婆平時 走多兩步都要截的士 不肯坐其他交通工具 那你就糟糕了 你第一天認識你老婆 你結婚了 我也相信一段時間 她不是第一天 是這樣的吧 如果你本身都不覺得有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現在又會覺得有問題呢 我更加想一件事 是的 你去到英國 怎麼每次坐的士 開車的 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會衍生到她老公走不掉 老公會開車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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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怎麼可以 老公開車上班 那怎麼載你出去 你養手 你以為香港 這個就是正正香港和外國你移民了過去 其中我們講香港的好處 在哪裡 東南亞地區都會好些 但是沒有香港那種那麼方便 為什麼 你可能會問 我在台灣也養到手 我在內地也養到手 你只是城市 你偏少少都問哪裡 在香港舉例 你在新界 某些村落 你都不是經常見到的士行過 你都要用Apps按 只不過香港 叫做地勢 那些車容易到 你在外國 哇 地大脈搏 你在內地 你試試 你在四線三 四線那些叫車 你真的很難叫 有時候 我試過在廣州叫車 塞車 半個小時都來不了 等了半個小時 有時候不是開玩笑的 不是的士 普通 類似Uber 那些叫車 你在香港 半個小時等不到 五分鐘你不到 我都叫第二步 所以這位老婆 真的怎麼搞 那個老公怎麼辦 我不知道他怎麼解決問題 叫你老婆 那些車牌 看來都是難過登天的 又找 又請多一個人 嘩 你的皮肺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 你過了移民 你花的錢 比香港還多 真是 不如送你的子女 去外國讀書 留回你老婆 留回你自己在香港 會不會好做些 另一件事 他老婆 平時多走兩步 又說會給蚊子 噴了蚊怕水都會 因為這樣 在家裡是 零家外活動 於是問老婆 怕英國有蚊子 哈哈哈 他竟然 說他老婆這樣回答他 英國沒有蚊子 不是吧 英國沒有蚊子 說笑 可能是的 我不知道 有些事情 你真的 老公 你真的告訴你老婆 我在外國 很多事情 你都不要以為 好像在香港這樣 好像連捉老鼠 你都不可以殺 有很多事情 你真的查清楚 你看你老婆 看到 有些東西排了入屋 老公 你不小心殺了他 因為被人罰你錢 很多事情都要留意 你這麼大的花園 有草 怎麼會沒有蚊子 你老婆 真天真 他這樣說 原來就說 他移民了的英國朋友 跟他說 英國沒有蚊子 可能少一點 不會沒有吧 這位老婆 大人 我真是叫你大人 很生氣 他怕蚊子 我相信很多女士 都很怕蚊子 等同我女人 也是 我在家裡 現在住郊區 當然郊區 很奇怪 我住在郊區 比我之前住在九龍區 九龍區 在家裡都被蚊子針飽了 反而我又沒有蚊子 現在在新界這一邊 反而大家都很少被蚊子針飽 雖然我們看到蚊子鬼鏈那麼大隻 真的 哇 巨毛霸 連鹽死也比較大隻 對呀 蚊子也比較大隻 但是反而又沒有 行山 跑步 我們兩夫妻去跑步 他都會有蚊子針飽 我也會帶著蚊子 跟他行山 我說沒辦法 我人瘋狂 我說蚊子有大汗 蚊子走過來 嘩 有小蚊子 這麼骯髒 怎麼煮一煮的 我經常這樣說 所以蚊子不會咬我 他就咬他 那就有蚊子怕睡了 反而我身邊那個 他會很癢 但也沒有什麼事 這位網民老婆 我相信這樣 很糟糕 外國最注重的 除了很少城市活動 要是下酒吧喝酒 四面都是環郊區 草坯 你怎麼可以防範 我真的不清楚了 要改變思想才行 第三件事 說到自己的老婆 說平時有傭人姐姐 她都不會感恩 現在沒有傭人 要她做事 她會覺得 老公虧欠了她很多 其實你不應該結婚 這樣你們怎麼可以走下去 你在香港 她現在還沒移民 剛才說的 在香港家裡做家務 都嫌三嫌四 你英國不吵冤 到時候旁邊的屋子 投訴你都很像 這個小孩 看到媽媽 經常罵爸爸 爸爸又不說 最後那個男人 有些屈臭一點 抵得想些 我做了 我做了 但是一個人 只有一對手 你什麼都攬上身 你怎麼做呢 你怎麼都要找一個人 去幫你 我真的不清楚 他去英國怎麼辦 拿著幾億身家 或者幾千萬身家 或者你可以想想辦法 找人幫你 你兩個人不做事 你找到人幫你 就兩個人可以做事 或者老婆看她 看她這樣的情況 但是不會做事 嘩 這些是藝品來的 哈哈哈哈 Jazy 嘩 嬌生慣養的女孩 兩夫妻結婚 當然我相信 男人對她是愛 我沒有建議她離婚 我令人打枝 莫教人婚妻 我知道的 這麼好的老婆 這位男士們 當然是保持她 不要扶她出來 哈哈 神經病 這樣也有 有些香港 不要說 港女 其實男人都會有 你想想 如果她本身天生出來 是一個少爺仔 家人對她很好 小時候開始 就算她未必有錢 男人不同 不同女人 如果女孩子 家裡本身沒什麼錢 怎樣去貴養她 都是一個很重點的問題 我給了資源 但始終都有一個限制 但是如果男孩子很簡單 他們不需要 不需要 小時候開始學化妝 學打扮 買鞋子 出街 吃飯 那些同學仔 沒有錢買東西吃 你有 在同學之中已經很威風 你有一種虛榮感 加上 學立雞群 男孩子自自然然 就出來 明白到 咦? 這樣有虛榮感 出來我這樣 然後平時 服侍官下 很多馬仔幫我 很多同學仔 拿東西吃 大哥拿東西吃 一定招呼 他出來 就真的是大哥 那樣的 氣勢 但是女孩子不同 女孩子真的不同 當然男孩子 有男孩子那種問題 如果真的含著金鑰匙出生 就像我們之前說 查理斯二世 原來幾十歲 還要抱著啤啤熊睡覺 他那些真的特別 例子到特別 一個皇室家庭成員 所有事情 都不會衣食樂無憂 他沒什麼煩 他煩就是少爺的脾氣 這些就是另一個極端 但是正常在香港 我們很少看到 小類 香港的男孩子 因為通常家人 都是粗生 粗養 而女孩子 就是嬌生 慣養 而這次 這個 看來都很嬌生 真的 沒有工人 我真的不知道他為什麼 那他老公怎麼辦 更加說到 臭小朋友 老婆 除了覺得虧欠了他之後 還會有這種 根深蒂固的思想 老公 每次回家之後 都會被老婆 屌老婆 我不是吧 真的吵架 這些事情 怎麼可以啊 我不是說幫了男人 各位朋友們 你聽到這個 你聽到這個位 你會不會接受得到呢 你的另一半 如果你 如果你 上班 我不管是你男也好 你是女也好 總之你的另一半 在家裏做事 做家務 你一開門 回來就第一句 劈頭過來 黑口黑臉 然後 給你一些說話 你聽 又搞到我這樣 最少都是你 平時不打我做的 如果這些說話 你想想 怎麼能接受得到呢 一個人 收工回來 已經累了 在外面 總會受到氣 如果你那天 上班 或者做事 不如意 真的會吵架 輕則就吵架 重則 除了離婚之外 還會有些暴力事件發生 另外 她說到她老婆 經常說自己生兒子 好像在鬼門關走一趟 是很偉大 是一個偉人來的 我是一個聖人來的 聖人是不需要做家務的 這樣 嘩 你真是險她 老公 開聲你 只是老公 老公你努力了 這樣的話 這一生 你要將你餘下的日子 真是奉獻給她 你老婆這麼偉大 為你生了那個小孩 在鬼門關走一趟 你這個恩 看來你有牌才能還 甚至乎用下你的餘生 你想辦法搞定她 那更加這位老公 忍不住 問她 她說 香港每天都有工業意外死人 那些工人怎樣 那她說 那些工人 是自己不讀書 去選擇這些工做 那這些說話很難聽 那是不是真的代表了 老婆根本已經是來的 上了天花板 我相信 絕世港女 這個絕世港女 我相信沒有人可以接受到的 唯獨是你 這位老公大人 那你怎麼搞 我絕對不建議你移民 你只是照顧兒子也麻煩 你照顧你老婆 你老婆還隨時 沾沾過你兒子十倍 一百倍的時候 受不了 很多網民都現在出聲 我們看看這位老公 老公說 雖然是為了下一代 但是這個老婆 她的老婆 種種行為 再加上那種根深替故 我是偉人 加上老公欠她的想法 覺得真的不適合移民 自己去到英國 又要成為老婆 口中所謂 因為不讀書 先要做工廠 或者做地盤 又要讓她做出氣袋 現在回到家 都是很大壓力 都覺得很辛苦 這個老婆 真是極品中的極品 嗯 對了 你過去英國 很多香港人 真的做這些工人 做地盤工人 那怎麼辦 那網民說什麼呢 網民就第一件事 求求男人 老婆你自己選的 希望你本住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的精神 求求你 好心 不要做壞事 你不要再放回你老婆出來 你救了個世界 哈哈 你不要放生 很多網民就更加說 你老婆 會不適合移民 已經不是重點 這個問題已經是 會不適合做人老婆多些 對的 有網民跟她說 不如你和你老婆移民前 說清楚好 不是叫離婚 不用怕 移民是要一起捱的 怎麼捱啊 你怎麼說 這句話 你真是加貶都行 我猜最後也是 我覺得你跟對方說 你跟女人說 不會接受的 你見她 是肯做的 她也做 不過用嘴巴做 告訴你 做死人 一直在發脾氣 難聽說話 就湧出來 怎麼撐呢 你過去英國 這個男人說 你天天如果真的 做地盤 做工廠 做藍嶺 到時候你老婆 更加看不起你 你自己 一套戲 有些人就這樣說 為了小朋友 全家都要付出 等人服侍 你不可以去英國的 這些話題 告訴大家 唉呀 想起 都頭都尺 還有另一位 香港女生 她說 移民英國 很後悔 簡直 好像勞改 更加 不是想像中 那麼美好的 真是三思而後行 我們看看 這位 移英的港女 香港女生 不要用港女 一下子 香港女生 又有些什麼說話 第一件事 她說很後悔 過到英國 為什麼呢 因為 她在英國 密室的屋 她覺得 英國的樓 很殘舊 很多屋 很多屋 在香港 說到 30 40年樓齡 應該都很久了 她說 英國那邊 很多都90年樓齡 還大 隨時兩個我 怎麼頂 我輪回了 一代 她都還在這裏 她說 裝修都很久了 她說 這麼多東西 全部都要大執 又 真的很麻煩 她自己覺得 樓齡大 很久了 沒有辦法 但換來一個 非常大的空間 是不是 有花園 那你自己想想 不過我覺得 香港人是很 要學習打理的 有時候 你給你一間太大的屋 你自己做很辛苦 我們不習慣 香港人 習慣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你說正常普通家庭 幾百尺 我當你700尺 約700尺 你去到外國 說的是過千尺的屋 再連花園 連車位 你要需要的 花園要打理 你不可以不打理 就像這位香港女生這樣說 她說 本來在香港 房子是小的 現在去到英國 更加要管理花園 她自己的 這麼大的花園 她又說 又要剪 又要除草 又要成 簡直好像勞改 她說 我這棵樹 有東西跌下來 如果我不收拾 就四處都是 如果不收拾 那怎麼辦 隨時鄰舍投訴 會不會 你看看你跌了什麼 你跌了什麼 你跌過 你 跌過橙 我相信鄰舍也不會投訴 沒有掌 人家撿來吃都沒有什麼 所謂 她說 所以要很密密打理 對 我也覺得香港人 你習不習慣得到 好像剛才那位 港女 你老公 你有沒有想到怎麼辦 過到去 你找個地方 除非你 我不租有花園 我不居住 我不居住 不居住 好像香港 住宅式服務 那些類似都可以 可惡 但是 你去到的地方 你還是複製香港的模式 那你又幹什麼走 又好 又好 為了下一代 你推下一代 過去就行了 行不行 真的 有時候頭都大了 想起這些事情 另外 這個 說到 這麼慘的情況 她又覺得 這位香港女生 她說 我去英國之後 整天被隔離論社吵 很煩 這麼嚴重 說到隔離論社 不知道好還是壞 有些人喜歡 隔離論社 很喜歡 爬水吹 沒什麼事 就抓住你 明明有事做的自己 被他抓住了 聊聊聊聊 整個小時 搞到自己的事做不及 這件事 我又覺得 遇到一個好鄰居 是一件好事 多些和別人溝通 是一件好事 當然 香港也有時候會 遇到一些吹水佬 吹水的 司拉 姐 說不定 集庭也不行 又辣 又辣 又不辣 更加 自己想想 究竟適不適合移民 因為始終 好像剛才我們說的案例 看見都頭痛 究竟走好 還是不走好 你過去沒有人幫你 那應該怎樣呢 希望 這位公主病的香港女孩 跟你老公可以和睦相處 好好地在一起 不要去英國轉頭 慘淡收場 就無謂了 浪費了時間 浪費了金錢 最可怕的 是你們下一代 這樣無端端 如果加破 那就真的慘不忍道了 今集時間說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說其他事 拜拜